我從小就很害怕寶麗龍互相摩擦的聲音 我聽到寶麗龍摩擦的聲音 我就覺得好噁心喔 快吐了 但是我還是把這個寶麗龍的假仙來的御賓盒做成的樂器 嘗試過了寶麗龍盒的仙學的可能性 現在我決定把這個有一些名人 比如說孫祥 楊祖俊 簽名的寶麗龍盒給退休了 但是這個寶麗呢 寶麗我還有其他的用途 我想把這個寶麗 改一改 然後結合這一塊飛積木做的面板 然後來做成新式的台灣樂琴 OK 這把台灣樂琴的面板是飛積木 側板會用巴西玫瑰木的帶皮樹枝 然後背板將用舊報紙和人類的頭髮 人類的頭髮 人類的頭髮 去完成 所以升學特質應該是會蠻奇妙的 據說頭髮可以撐起 每一根頭髮 撐起150克的重量 這麼強韌的材質 如果把它編織成像碳纖維一樣的布 然後再做成背板 我蠻好奇他的聲音會怎樣 應該會比寶麗龍好聽 剛好我學生時期就是留長頭髮了 我還一度把我的頭髮剪下來 收著想要捐給別人當假髮 但是一直都沒有捐出去 現在我覺得用頭髮來做琴的點子 真的是相當的好 我一定要試試看 好 既然如此 我們要先從畫圖開始 雖然寶麗龍琴只是像惡作劇一樣的搞笑專案 但是幸好我當初要做這把琴的時候 還有畫Cade圖 現在直接把Cade圖叫出來 就可以修改修改 然後設計新的琴啦 再次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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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集完 感谢观看